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来到七世大观 前边说了好几出特务戏 今天听听 毕竟那些龌龊人和恶心事说多了会倒阁下的胃口 接下来几集改改口味 说点人人都知道的 当然了 熟悉七世大观的看官都懂 我们做的是颠覆三观的节目 每集就是起底共党 怎么以假乱真 以便让一直蒙在鼓里的中国人 不再任由他假戏真唱 继续骗 节目开始前 还是请新来的看官 费心点阅本节目啊 谢了 书归正本 先说个消息 造假大王 荼毒几代中国人的半夜鸡叫 伪作者高玉宝2019年12月5号去世了 高龄92岁 说起高玉宝 中共国里无人不知 他以半夜鸡叫一篇小文成名 吃了一辈子 周恩来还捧他是战士作家 其实您看了我们节目就知道 他是共军战士不假 作家就算了 非说他是作家 那就是侮辱作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大字不识一框 是个文盲 知名度爆棚的半夜鸡叫和自传题小说高玉宝 都是别人替他写的 谁呢 我们一会会说到 所以我们说老高是半夜鸡叫的伪作者 再有 凡称得上作家的 就算没有著作等身 百天雄文 三五本大书总是要的吧 老高呢 要求他著作等脚都没办法 算了 还是先说半夜鸡叫怎么出炉的 高玉宝 大连瓦房店盐店乡农民 1947年20岁时投共从军 当兵后做起了作家梦 但因为没上过学不会写字 连入党申请书都是画的画 费老劲也就坐上个军报通讯员 但小高口才不错 部队经常开一苦思田会激发仇恨 他就讲自己吃不饱饭 逃荒进城 学手艺的事 讲的是会声会色 一次 恰好军区有个宣传干事在他的连队蹲点搜集素材 就把小高所说的加工了一番 后来发在军区的报纸上 同时在作者处加了高玉宝大名 这下机遇来了 稿子见报被军区宣传部的头头看中 就让那个宣传干事再找高玉宝 头头不知小高是文盲啊 让干事转告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式定调写出更有份量的东西 一来二去 最终由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作家荒草 替他写出了高玉宝一书 但署名却是高玉宝 一个字没写的高玉宝由此成了作家 并且从一名普通战士 提升为团职干部 荒草是谁呢 为啥自己辛辛苦苦写了二十万字 却将作者署名权拱手让给文盲战士高玉宝呢 这位长篇小说《高玉宝》的真实作者叫郭永江 笔名荒草 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也算是个共党延安老干部吧 郭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当年高玉宝全书十三章都是他写的 因为小高是文盲战士 自学成才典范 所以组织要求他修改高玉宝的自传 他接了任务一看 根本没法看 没法改 不如重新创作 他就写好一篇高玉宝 赵超一篇 当时俩人还约定 书出版以后 附录郭永江的 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 稿筹评分 后来组织可能决定 那个帮助高玉宝修改的意思不够意思 有损党组织树立的典型不够光鲜吧 就把帮助修改改成提供辅导 后来还觉得不够意思 就更绝了 干脆让郭永江的名字从书中彻底消失 结果共党宣教史上最完美的作品出现了 小说高玉宝从书名到主人公 再到作者 三位一体 都是高玉宝 郭永江1993年去世 他1988年曾写信给老家的滋阳文献学会 郑重声明 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看来这位老干部临终前想明白了 不想把真相带到坟墓里 半夜鸡叫的故事大家都很熟 就不细说了 凡是在中共国念过小学的 都学过这篇课文 说的是 周八匹这个恶霸地主 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干活 半夜三惊 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公鸡打鸣 鸡一叫 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下地 那时候中国农村的公鸡就算个报小钟吧 从高玉宝中摘出来的这个第九章半夜鸡叫 堪称洗脑大杀器 当年小侃爷高玉宝编排出周八匹 这个子虚乌有的恶霸地主形象 真可谓一害无穷啊 鸡叫直到20世纪90年太初 仍然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 这篇小文还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成木偶动画短片 周八匹学鸡叫的镜头被很多中国人从小记到老 他不仅在挤带中国人头脑中留下对地主深深仇恨的烙印 甚至到今天 还有人一说自己老板怎么刻薄就拿出周八匹作笔 这种绝佳的仇恨教材 当然被共党视为稀罕物 所以高玉宝1955年上市后 一版再版一共印了500多万册 中文版就累计发行了450多万册 另翻译成7种少数民族文字发行 还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发 成为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作品发行量的龙头 伪作者高玉宝也一直是新闻人物中的长青树 他被全国二十多个省 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 顾问 德语教授 校外辅导员 别看老头子十字不多 却特别能砍 一请就去 一去就砍 在全国各地砍过五千多场 忽悠了五百多万人次 从二十岁第一场砍到八十多岁不停嘴 周八皮和半夜计较 当然是高老头的主砍故事 砍到后来已经倒背如流啊 砍到自己编的谎 自己都信了的境界 和高玉宝一起走红的是周八皮这个杜撰人物 高侃爷成名后 曾二十多次受到毛 周 朱 刘 邓 江 胡等党首接见 在二十多次政治运动中 半夜计较更成为一苦思甜 爱党教育的经典教材 稍微有点文化的中国人 都知道莫里埃作品千里人中的阿巴共 但与老高编出的周八皮比 知名度差得远 虽然两书塑造的都是抠门形象 但周八皮远远超出了文艺范畴 被老高头越说越真 加上全国党媒的持续热潮 就成了家于户晓的真人 还一举坐上党宣标签的 四大恶霸地主之首座 那么周八皮到底是谁 到底有多恶 有没有半夜学鸡教呢 问得好 让我们一起来还原真相 首先 有没有周八皮这一号人物 严格说 没有 是高玉宝杜撰出来的 您还别不信 听听高玉宝自己怎么说 文革后期 曾有记者当面问了高玉宝仨问题 一 周八皮是否确有其人 二 如果有 是否真的那么坏 三 为什么你写了高玉宝之后 二三十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 一 高玉宝是小说 小说是允许虚构地 二 周八皮是按照他家乡的一个地主来刻画地 但很多事是加工地 三 承认小说是集体创作 他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看官 您听清了老高头的回答吧 他间接承认了周八皮是虚构 凡事怕深究 魔鬼藏背后 他又说周八皮是按照家乡一个地主刻画的 他没点名 可在小说《高玉宝》里明确说周八皮是绰号 真名实姓的这个地主叫周春富 你虚构了故事又拿真人写实 你说这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小高什么居心 在那样一个共党镇压地覆反坏的随便杀人形势下 您以为他胡编乱看的结果只是替他的党 诛心中国亿万百姓身种下仇恨的种子吗 其实直接受害人就是周春富这个小高起戳号周八皮的 所谓恶霸地主和他的家人子孙 关键是周春富这位倒霉农民既不是地主更谈不上恶霸 就算按共党强行划分的成分也是两次都被划成富农 顺便说一句 共党在中国东北搞土改的时候 按私有土地和财富占有数量 划分出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什么的 叫做成分 干嘛 煽动贫农 下中农 斗地主 富农 掀起仇恨 巩固自己政权 大家知道 后来哪次政治运动也跑不了的黑五类 地富反坏右就是从农村开始划分的 周春富就被划成富农 然后被高玉宝小说升高成了地主 再被中共大内宣拔高成恶霸地主典型 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没有什么阶级意识 也没有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这些概念 实际上中共当年土改从方法到概念都取自他老大哥苏联 中国原来特有的以宗族 学识 财产 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 都被共党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制查一查 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 大家就会明白 1949年之前 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 老爷 租种土地的殿农和长工 都尊称土地主人为东家 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 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之仪 这种客套话之外 欲含的是尊敬 崇拜与羡慕 绝对不含贬义 后来被共党画出的所谓地主 绝大多数也都是心地善良之辈 对于维护农村的秩序和道德水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说到重点 书中最著名的半夜鸡叫情节到底真假 一位好奇的记者曾经去高玉堡的家乡一探究竟 走访了几位年纪大的老人后 得出结论 周八皮根本就是杜撰 半夜鸡叫根本就是没影的事 一位岩姓老人对记者说 半夜鸡叫 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岩店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 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经半夜去种庄家的 一位大娘说 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 本来周姓人家在村里还待得住 他那个书一出 周姓人家算是出了名 每次搞运动 上边都安排人逗他一回 人硬是窝囊死的 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 给人骂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高玉堡描写的周八皮 黑灯下火 打开鸡笼 划火柴照亮 不让鸡紧张就不错 还指望公鸡开口打鸣 而且天还黑着 敢伙计们下地 如何看得清庄家 为查实祖上冤屈 半夜鸡叫的真伟 做过新闻记者的周春富 曾外孙 孟令谦 跟技术人员亲自去做了实验 结果证实 在寂静而完全黑暗的条件下 突如其来的噪声会在心理和行为上打破鸡的平衡状态 造成神经质 惊恐不安 乱飞乱叫 产生防卫反应 而不会发出欢快的 也就是说周春富这老农民 不能制造任何让鸡不安的动静 此外 还要有超一流的口迹 被问到的当事人没一个听说过这事儿 后来互联网兴起 质疑声四起 高玉保老头坐不住了 发声辩解称 自己作品是所见所闻集中概括 还说他家乡有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教 写书时给集中到周八皮身上了 他甚至还专门练就了公鸡打鸣的口迹 做报告的时候向大家现场表演 这么看 高老头生前真挺拼的 为了圆黄把屎盆子再扣到另外四个地主身上 最拼的是还以古稀之灵苦练口迹 不想认栽 我们想笑问 老高头 你打鸣就能证明你周大爷会打鸣吗 四个地主是哪四个 你说出名字也算你撒谎能圆黄 可惜去年老高头死了 不过我们相信阎王会替周家拷问他 老高生前听说孟领谦在台湾出版了怼他的书半夜鸡不叫 就找人递话说 当初我写高玉宝是刑事需要 现在你写了这本书 咱们可以谈谈 需要我道歉我就道歉 现在很多人要替我打官司 我都劝住了 他还是个孩子啊 犯了什么错误 我都可以原谅他 看官 您觉得这老爷子有道歉的诚意吗 其实 就连香港党媒凤凰周刊主笔段宇洪 2019年12月14日发表的文章《半夜鸡不叫》 一个普通中国人为家族证明的奋斗故事也在前言里说 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去世了 他还欠周八啤一个道歉 最后 说到高玉宝尾坐带给周家人的苦难 据孟令谦介绍 增外祖父周春复早年由山东闯关东而来 1911年在辽南落户 勤俭持家 慢慢攒钱买地 成为当地的殷食之家 育有五子三女 但儿女们对父亲评价不太好 原因是周春复对自己和家人都挺抠门的 尤其是在吃穿上比较明显 吃饭时 碗里剩下的粉条必须捞出来晒干 留着下一顿继续吃 他还对儿女们说 饭要吃八分饱 吃多了 剩下的都成臭屎 周家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来也不让过夜 怕会多吃一顿饭 周春复反对儿女和故宫们穿红带绿 想她们劳动时会怕衣服弄脏了 而不愿意好好干 按风俗 别人家的女儿可以不上山劳动 但她家不行 周春复勤俭过度 可能就成了高玉宝给荒草这个不知情的外人写书 要塑造的人物提供了原形 按今天看 这些家务事儿算什么呀 再说 本村周大爷就算吝啬点 招你惹你高玉宝了吗 现在放眼一望 伟大领袖中共国梦中的九亿贫民 全国数字脱了贫的农村 那些看起来让人想掉泪的 一推能倒的土房子里 有几个能像周春复家养得起八个孩子 而且 人家周春复自己不分冬夏每天早早起床干活也是有口碑的 人家的殷实生活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高玉宝如果没死 我们要问他的是 你那样刻薄的损你村周大爷 你给他家干过活吗 知道他家长工怎么评价冬家吗 周春复对家中的长工短工都挺好 因为周认为 对工人不好 他们不会认真干活 他很器重干农活的能手 文革时曾经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 被干部要求上台一股思甜 讲讲过去周春复的剥削故事 孔兆明大咧咧实话实说 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 吃的都是饼子 包米粥 还有豆腐 比现在吃的好多了 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八蛋粮 可养活全家 干部一听 这不穿帮了吗 赶紧把孔兆明拉下了台 傅农周春复最终没有逃脱厄运 在一次批斗中被人用绳子沾水抽打致死 而他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典型之一 根据瓦房殿市档案馆档案显示 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5日 傅县就是今天的瓦房殿 全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 共处死1900多人 周春复死后仇恨没消 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继续遭到批斗 很多年后 周春复的曾外孙孟令谦得知伟大领袖老毛的家庭成分也是富农 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老爷 就是周春复的儿子周长毅 看官 您猜周长毅怎么说 老人竟感慨道 咱家带扛活的也不薄啊 怎么会 怎么会呢 人家毛主席怎么会和咱一样成分 估计老人永远整不明白 你富农爹被共党打死了 老毛的富农爹为啥不会被打死 孟令谦小时候有一次跟村里孩子吵架 那些孩子突然指着他喊周八皮 周八皮 他原本奇怪 忽然想起自己母亲不就姓周吗 便嫁也不吵了 仓皇逃回家问母亲 咱家是不是周八皮 只见母亲先是正住 然后重重的给了他一耳光 母亲以前很少打他 这让孟令谦哭得很伤心 然后母亲搂住他 跟他哭在一起 从此 小孟变得敏感 自卑 再也不敢跟别人吵架 孟令谦有个表姐 近年承包了一片山林 电话里告诉他 准备开个野味店 想把店名叫半夜鸡叫 孔令谦心里咯噔一下 赶忙叫他打住 家里人能制止 却有朋友不经心地跟他开玩笑 你外曾祖父说来还挺有创意呀 居然还会趴在鸡窝上学鸡叫 孔令谦听到这些 内心就会悲哀 愤怒 难言 高玉宝活到九十二岁高龄 带着满身蒋章走了 却把死亡和屈辱留给了周春妇和他的子孙 他留给中国的无穷一害 则是无形杀刀 半夜鸡叫 这把刀的别名叫仇恨 中国共产党打造 故事讲完了 各位看官 谢谢您的收看 一座前 恭请您订阅 点赞 分享 咱们下集再见